... 令人耳目一新,這個國產的輕騎1.2.5SM 外觀是追貼了日系電單車 首先一望 它就有一個倒叉 大口徑的倒叉 它有一個大口徑的浮動煞車碟 還有呢 就是有這個煞車降喉 還跟著那個 ABS防鎖鎖 尾部也一樣有 有ABS防鎖鎖 雙活塞卡鉗 同樣是用鋼喉的 它連尾部的波浪碟 它也是用浮動蝶 相當欣賞 這個鋁合金尾丹 相當認真 這裡我們要注意到這裡 它除了是 TwinCam, 四花佬, 水冷引擎 我們注意到 它有 Oxygen sensor 現在這個Fill Injection 這個環保的呼聲 必須要有的 我們留心一點 看看 它這裡是有個類似 FMF那些KIT喉 叫做Power Bump Power Bump 它的作用 用來儲氣 用來提升低轉 和中段的表現 讓氣再儲多一點 那個死氣在這裡 就逢止那些死氣 趕得太快 低扭和中段會損失了一點 這裡就用來補救 中低的扭力 和加速表現 單桶尾鼻震 都切無限預條 看到它那些 用勾時去調 多年乾 它還有牛油嘴 有牛油嘴 方便維修 波棍 禮物金還要摺疊式 相當好 有一個行溫風扇 這樣就以這個1.25cc級 來講 這個水箱 就已經足夠應付 這裡還有一個 後備水箱 在超過熱的時間 用來做循環的 這些設計是必須的 其實 對應付這個高溫 非常重要 這個設備 還有這些 鋁合金上下眼鏡 都夠強壯 OK 這個高功能 麥錶 它又絕對不花巧 平實 但是 所有的功能都在這裡 你要什麼 你需要的 那些行車的數據 都有在這裡 甚至乎 跟你計算圈速 即是走這個走路 走多少 你自己 可以一路一路 去追趕自己時間 所謂 有個LED燈 又省電 又實用 那個流明度又夠 現代化的車 差不多是 都追求LED燈具 基本 基本爬山需要的東西 看來都照顧了 因為一般 玩爬山車的人 都會接受到 930 甚至乎950 970 都一樣是這樣 撐上去的 你開了爬山車 預野車 你就預了 930 或以上 很多時候 都是用930 起錶 一般來說 你都嚇不到 玩爬山車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初心者 那就培養一下感情 培養一下感情 適應一下就可以了 其實沒有什麼難度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適應 你過了一個適應期 其實沒有什麼可怕的 坐姿是合格的 但是就可以再進取一點 坐姿 就是這個搭軚 可以再平直一點 因為如果你是那些 很多時候那些 那些搭軚 搭軚都是這樣的 但是它的搭軚 叫做溫順了 其實如果以一個 比較進取營 如果進取營 就比較平直一點 但是這一隻 就回到初心者 就比較user-friendly 你這樣的坐姿 就是容易適應一點 你動一下 一下子就那些平直 那些剛剛的初心者 會比較壓力大 不是每個人 適應力真的強得那麼誇張 剛剛進入這個 這個玩意的騎士 以1.25 作為一個搖籃 搖籃級的車 那你就不要太過要求 它有色飛色味 它最重要是可靠 而且一切它就不會 蛙中取寵 它一切以這個實際 向這個實際開發的 它有村鏡 四蛙路水冷 其實已經照顧了大部分 需要 但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要高轉 比較 因為它整個設計 都是預了你高轉的 它不會跟你 好像單鏡 兩蛙路 它沒有那些 你一定要轉數 其實你玩爬山車 你已經預了轉數 你看它的台機器 你就知道 它是要求轉數 你不要想著它可以 扑扑扑地起回 不行的 如果扑扑扑 你一定要落低波 落低波 然後後押回它的高轉 秤回你的轉數 就拿回手 二波就跑全場 你可以當自動波那樣玩的 其實整個場 以這個場來講 完全自動波那樣 用油門來就 就全部 用油門 身位 去玩它 輕鬆鬆 當是一些 熱身圈 什麼都好 你進取一點 你就駕快一點 就是這麼簡單 通控上 你要記住它 首先 你不要要求它 有強大的爆炸力 低轉扭力 你不要太過分 要求它 你要記住它 它是1-1-2-5 你要用它 那套 放進它 車本身的身份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過分要求 總之一句 如果以這個車價 就算你怎樣跌車 你都不會肉赤 如果你 當你跌到夠了 你已經開始進階了 你就換價 即是高階的 即是高級的 或者你換價 二沖程 二百 二五零 那些 再進入第二個境界 到時再突破 用這一架做一個搖籃